不要啊 仲萱 你不要走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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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呀 娘娘 仲萱 你快点站起来吧 娘娘 你还是回到床上去休息吧 小皇子他没有走 他真的没有走 你是在做噩梦啊 娘娘 不 我看见仲萱了 他跟我说 他说我要是再不去看他 他就不认我这个娘了 他会生气的 我要去看仲萱 我要去看仲萱 娘娘 娘娘 他不可以啊 娘娘 你还病症呢 娘娘 娘娘 仲萱 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 都不让我去看仲萱啊 娘娘 没有 我的仲萱怎么样了 太医的诊断是错误的 对不对 仲萱现在应该好多了 他应该好多了是不是 是啊 娘娘 小皇子 小皇子已经好多了 太医给他服了药 她呀 她现在正在床上睡觉呢 娘娘 真的 娘娘 钦儿刚从那儿回来 是钦儿亲眼看见的 娘娘 你现在放心了吧 您可以安静到床上睡觉了吧 娘娘 不 我不睡觉 我不睡 娘娘 您快起来啊 我去看看仲萱 你带我去看看仲萱好不好 我不是 我是他娘 我是他娘 是他娘 他病了 他需要我去照顾他 晴儿 晴儿 娘 我求求你了 你带我去看看他吧 晴儿 晴儿 我求求你 晴儿 我求求你 娘娘 你这是干什么 我求求你 娘娘 你快起来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娘娘 你快起来呀 娘娘 你带我去看他 你带我去看他 娘娘 好了 参见娘娘 国主在里面 在 国主照顾小皇子 已经好几天不上朝了 这几天他不吃不喝 一直坐在那守着 小的真替国主担心哪 我想看看仲萱 是 或许可 阿姨 当时啊 臣妾就觉得这事很奇怪 娘娘本来说什么都不同意 家敏小姐进宫的 后来不知为什么 突然又急着帮她说情 要她进宫 原来啊 娘娘以为家敏小姐真的怀孕了 等娘娘一回到娘家 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周夫人 拿话框塔全是假的 所以娘娘气得一口血喷了出来 当天哪就回了宫 紧接着又碰上了仲宣的事 这不才一发不可收拾 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是啊 是真的 全都是真的 臣妾也是无意当中听琴儿说起的 臣妾也不知该不该跟您说 说了吧 怕您嫌我多嘴 这要是不说吧 又怕您说我知情不报 臣妾想了又想啊 还是应该让您知道 圣尊厚 这娘娘的心病啊 就是家敏小姐 这家敏小姐就是罪魁祸首啊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快闹出人命来了 你说的可不是吗 臣妾觉得呀 这家敏小姐心机深重 受断毒了 实在是不适合入宫 圣尊厚 您还是考虑考虑收回成命 不要让家敏入宫待年了 圣尊厚 圣尊厚驾到 娘娘 娘娘 臣妾叩见圣尊厚 平身 圣尊厚 来 孩子 两件让人追心的事情 都让你给捧上了 你心里难受 怎么不告诉我呢 你自己就这么闷着 没病都会闷出病来的 家敏的事情是他们不对 可是你现在是在拿别人的错误 惩罚你自己 多傻呀 看你现在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天底下还有你这么傻的人吗 母后 是臣妾没有贤德 不 这种事情 所有的女人都会生气 什么宽宽 宽宏大肚儿 容忍雅亮啊 全都是骗人的 不过母后还是应该说句公道话 国主他瞒着你 是因为他还爱着你 正因为他还爱着你 所以他会觉得对不起你 从家从小就比别人感情丰富 长大了还是这个性子 他多情 他不滥情 大婚以后他除了你 现在就是家敏 孩子 你也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让家敏入宫待年 现在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 那我还是那句老话 得饶人处 且饶人 家敏的事 是臣妾一时过不了的心结 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终有一天会好起来 但是终轩 她还那么想 却病得这么重 臣妾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终轩 母后跟你一样不舍 她从云可爱 她给我背过诗经 而且背得滚瓜懒熟的 来 让我们一起为她祈祷 孩子 其实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生命中许多的爱都会离你而去 身体会离开 可是留给我们的 会是长长的情谊 你懂吗 是母后 儿臣愿领受母后责罚 别 孩子 别 你现在是异国之主了 母后怎么还能罚你呢 怎么敢再罚你呢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这件事情我不这么看 我的良心不让我这么看 这些事情都是因你而起 得你自己去聊啊 懂吗 儿臣知道了 参见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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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还在生朕的气啊 你还是不肯原谅朕 使朕对不起你 给朕的机会 让朕好好弥补你好吗 不 不 不需要弥补 只要过种开心 无论做什么决定 臣妾都愿意承受 你休息吧 露炉 露炉金锦 梧桐婉 寂淑青秋 旧雨心愁 百齿下须再欲勾 穷窗春断双额皱 回首辩头 玉姬临游 久取寒波不说灵 来 国主 药娘请国主恕罪 药娘 你知道你有多过分吗 国主好意去酒楼看你 可是你竟然 厚德 下去吧 是 朕在等你给朕一个解释 药娘多谢国主包容 药娘本来就是一个五娘 凡是进入风月楼的人 都是药娘的客人 你把朕也当成一般的客人吗 是 国主微服进入酒楼 就是客人 连朕都不例外 国主 药娘不能随心所欲滥用私情 否则 那样只会增加酒楼的困扰 药娘正是情怒 才更要知所兴致 情怒 才更要知所兴致 是 是 之所兴致 你也是拐着弯 在拐朕和嘉敏的事 药娘不敢 算了吧 你不说朕也知道 连公邪都留下了 不是心思 是什么 你不说朕也知道 家敏 和朕 事前不知所兴致 我们都太率兴了 朕承认 事情既然发生了 朕如果撒手不惯 那就更加不知所兴致 你懂吗 朕得负责任 药娘明白 谢谢你 贫僧将政叩见皇上 朕要见周厚 你立刻安排 皇上 贫僧已很久没有被招入唐宫了 不能想见就见吧 你给朕想办法 你入不了宫 就请周厚出宫 总之 朕只给你三天的时间 这三天之内朕非见他不可 皇上 就算您杀了贫僧 贫僧也办不到 就算贫僧能进宫 周厚他也出不了宫 为什么呀 因为周厚病得很重 他不可能出来 病得很重 是 为什么你不早说呢 朕非见得不可 立刻就走 是 皇上 还是这间屋子 委屈您暂时住在这 是 行了 快去安排朕的药紧室 是 梅香 药娘呢 药娘 她进宫去了 她怎么又进宫去了 对呀 听说娘娘她病了 有位和尚找你 在那边等半天了 哦 哦 哦 哎 可是皇上她 她非见不可啊 这种事情要是让人知道了 就死定了 你 你怎么可以胡乱答应 不行 我办不到 皇上 您已经到了 哦 要娘叩见皇上 好了 快起来 朕几次难来 都见不到额皇 这一次 朕非见她不可 药娘 此事要拜托你啊 朕 可是 皇上 要娘不能骗娘娘出来啊 朕没有要你骗她 你跟她实话实说 说朕 非常地关心她 朕为了她特地难来 请她无论如何 都要与朕见上一面 这 好吧 要娘试试 好 手要软 对 身子要轻 感觉自己 就像一只蝴蝶 要飞起来了 好的 对了 要翩翩起舞了 好 来 转身 你是一只最美丽的蝴蝶 对 好 起舞了 好的 我们再来一次 好 就感觉你自己是一只最美丽的蝴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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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漂亮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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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想什么 没什么 一听你提到蝴蝶 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 过往云烟好比镜花水月 人生一了无声趣 往事又何必回忆 娘娘 难道你连爱恨都看淡了 如今我以心如止水 对一切都看淡了 真的 既然如此 如果 如果那个人想见您 您也能坦然面对吗 是的 娘娘 她来了 为了您的病 她不顾一切地跑来了 谁牵住已经抓大财了 这一个 来 阿老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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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江南的人都不做正事吗 每个月开采八次 中了那就是百万富翁啊 哪有人有心做事啊 再这样下去还了得 每一个人都好吃懒做 都想不劳而获 那江南迟早会变为贫瘠之地的 今天老子赢了头彩了 在座的客人都归我请 掌柜 把好吃好喝的都端上来 好 阿妹 今天大家尽情是喝啊 谢谢 韩大人 今天小的中了头彩 今天的酒我请客 你这酒我不能喝 喝完了我心里不安哪 万一哪天你再输了 是不是还要让我再给你吐回来啊 韩大人 别说笑了 不会不会不会 你就是韩西仔吗 正是 阁下是 铸铁前的政策 你没有错 不是你失败 也不是臂财的问题 是鲤鱼的魄力不够 是执行的问题 阁下 在我看来 不仅铸铁前可以 只要时机成熟 连纸都可以成为臂财 你想想看 如果纸臂可行 那朝廷可以省下多少的臂财成本呢 而百姓携带起来 也多方便呢 你说是不是 阁下所想与下官不谋而合 阁下来自大宋 我希望你到大宋去 我们可以好好地来讨论避制改革 发行旨帝 阁下睿智 绝非常人 下官可否请教 我是谁并不重要 你有好的治国良策 留在这里实在是太可惜了 到大宋去吧 你的才干才能够得到发挥 只有有魄力的君王 才能够实现你的理想 阁下看得起下官实在令下官感动 只是忠臣不是二种 阁下的美意下官只有心灵了 于父 良秦还知择磨而期呢 难道你情愿每天醉生梦死 把你的理想全都丢入九缸之内 再带入棺材里吗 大丈夫 要会分辨这是做大事 是为天下的百姓做大事 而不是为一国一地 一小部分人做事 更何况 唐朝廷的国力薄弱 风雨飘摇 眼看就要不拔了 阁下说得不错 我江南是正面临着生死关头 所以臣更不应该欺我国主而去 实穷劫乃鉴 竹子正是因为忠空而有劫 臣读圣贤书 忠君二字绝不敢忘 江南如果人人都有你的节操 何愁国家不幸愿 素闻上帮皇帝体恤百姓 城门看得起 韩西仔有不情之情 说吧 他日 日后 请上帮皇帝本着泱泱大国之风 慈悲对待江南百姓 那就是对韩某的知语知恩了 韩西仔叩谢皇恩 公请圣尊后赏安 起来吧 谢圣尊后 谢圣尊后 在凤旗殿住下了吗 谢圣尊后关心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去看过娘娘了吗 她病得很重 她对我这个娘有些误会 我担心她她不愿见我 其实姐妹共事一夫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只是不知怎么 又弄出个什么假怀孕的事情 所以才把娘娘给祈祷了 都是臣妾的错 用假怀孕来诓骗娘娘 朕要是叫起真儿来 不要说是你这个做母亲的 连我这个皇太后也罪责难逃 请圣尊后恕罪 你们知道错就好 其实娘娘也不是个小心眼的人 只是现在又加上仲萱的事情 你让她怎么受得了啊 娘娘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看我现在漂亮不漂亮 娘娘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今天早上啊 想仲萱想得心慌 可又怕这么去看她 让她看到我这病痒痒的娘 就让她们好好给我打扮打扮 好看吗 当然好看了娘娘 您现在真的很漂亮 亲儿想小皇子看到您 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你瞧你啊 哭什么 走 我要你陪我去看仲萱 宝姨 小皇子的兽衣准备好了 知道了 你家的兽衣准备好了 好 自己人都 прот扯 事情挺好的 岳皇 国主 臣妾来看一下仲萱 他医门正在诊治 他现在好些了吗 岳皇 你病这么重 先回去休息吧 不 臣妾想看看 启禀娘娘 您的病尚未痊愈 臣担心小皇子抵抗李弱 还是不要进去了 阿皇 太医的意思是怕仲萱受到感染 娘娘 这里有臣妾您就放心吧 娘娘 那好 为了仲萱 我先回去了 卿儿 我们走 是 臣妾告退 国主 能瞒多久啊 能瞒多久是多久吧 可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佛祖 您如果有灵 就知道鹅皇是朕一生的牵挂 朕不向您祈求江山社稷 只祈求您赐给鹅皇健康 朕愿意折寿换他的负责 求您降服给鹅皇吧 朕一生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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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鹅皇病了 家民走了 连儿子也离朕而去 这人间的生离死别 叫朕如何看透 请 皇上 叫服侍自己人也有身手 请您放心 行了 朕出去转一转 有消息立刻通知朕 贫僧恭送皇上 嗯 小长老 快接驾 好 贫僧恭迎国主 国主圣爱 皇上 是礼遇 平身 谢国主 谢国主 小长老 小皇子死了 娘娘也病了 朕眼下正经历人间生老病死的苦痛 朕来求开世 求如何处理生死苦海 解脱轮回之苦 朕只要一生令下 朕只要一生令下 现在就可以抓住他 挟持他 国主 时政无声 才能了生 拖死 时政无声 谈何容易 教中何人哪 是远方来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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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主 那人没下轿行礼 是大不敬 小的去揪他下来 等等 有道是 心远地自偏 心尽地如林 无声寄了托 即使天涯也是咫尺 朕懂了 皇上 我们走 皇上 姚娘回消息了 约到了吗 是 明日姚娘会带娘娘 到西山瓦关寺祈福 约在西苑凉亭 那寺庙认识娘娘的人少 那地方皇上以前也去过 好 终于约到了 我们终于可以见面了 娘娘娘 娘娘 娘娘 您身子还没好 还是进屋歇着吧 没事 我睡不着 您还在想明天的事啊 琴儿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明天该不该去见她的面 娘娘 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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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 和华 我来了和华 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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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做梦 还好是做梦 不行 不能再睡了 要不然真睡过头来 我 和华 国主 这恐怕是臣妾 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娘娘 教子已经准备好了 晴儿 你留在这儿 万一有什么事情 也好帮我挡一下 娘娘您放心吧 晴儿都知道的 让我们进去吧 你们不能进去 我们要见娘娘 您就让我们进去吧 好吗 你们不能进去 娘 先下去吧 夫人 家米小姐 你们怎么来了 晴儿啊 我们来了几天了 我担心娘娘想见娘娘 见娘娘 可 可娘娘 听宝姨说 她不肯见我 她还在生我的气吗 是啊 夫人 我看你和家米小姐 还是先回去吧 娘娘她是不会见你们的 这又怎么行啊 这一切都是我惹出来的 我要当面跟娘娘解释清楚 晴儿 你就帮帮忙 让我们能见个面 让我们母女 让她们姐妹和好行吗 夫人 这个 这个 晴儿真的做不了主 再说了 这事也不是您惹出来的 我想 我想你们还是先回凤七殿吧 等娘娘她想见你们了 我一定会去通知你们的 晴儿 我和娘这一趟 是诚心来道歉的 过去是我太任性 我对你 对姐姐又诸多不适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我吧 你禀报姐姐 请姐姐原谅 让我和娘进去吧 家密小姐 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吧 娘娘她是真的不会见你们的 再说 你当初那么做的时候 你夜里可有娘娘 你可曾想到 娘娘心里会有多么难过吗 你以前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把娘娘的心都伤透了 你现在还想爱怎样做就怎样做吗 这真的不可以啊 现在 娘娘她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见你的 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晴儿 我是真心来道歉的 我 家密小姐 我看这事还真由不得你 你就别再强人所难了 你还是快走回去吧 晴儿 家密小姐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这不是曾心给娘娘难堪吗 你快起来吧 家密小姐 晴儿 我是诚心来忏悔的 娘娘要是不原谅我 我就不起来 家密小姐 族人 晴儿 你就让我们进去 我们去求求娘娘好吗 夫人 你们为什么要强迫娘娘原谅你们呢 你们这样也算道歉吗 家密小姐 晴儿求求你快走吧 你看 晴儿 你快起来 家密 你也起来吧 家密 家密 你别任性 老身参见国主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干嘛跪在这里哭哭啼啼的 是不是讹皇她 不是国主 是我们来向姐姐道歉的 姐姐不肯见我 起来吧 起来吧 跟朕来 启禀国主 娘娘 娘娘她不在宫里 不在宫里 那她去哪儿了 她 她和姚娘去瓦关寺祈福了 既然是去祈福了 为什么不早说呢 我 她和姚娘去瓦关寺祈福了 sabe 娘娘 娘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少年了 你让我思念多少年了